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真法 北京此前表示中俄合作胜不封顶 但在最近上海合作峰会上 习近平和普京互相之间带有敌意的表情 以及此后北京外交部的一系列表述 确令外界捕捉到了中俄关系的各怀鬼胎 10月3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纽约参加亚洲协会论坛会议的时候指出 习近平可能在误判局势 支持俄罗斯后重新调整策略 他表示习近平害怕了 他不希望看到西方像反制俄罗斯一样制裁中共 据《南华早报》报道 基辛格说 习近平一定认为入侵乌克兰会成功 因为他给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一张相当大的空白支票 基辛格表示 在看到中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上部封顶的伙伴关系 远未达到预期后 习近平将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至少适度地向美国倾钱 习近平给了普京一张相当大的空白支票 基辛格说 他一定认为入侵乌克兰会成功 他现在一定需要重新校准策略 据悉 中美紧张局势最早可能在下个月 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开始缓慢缓和 届时 习近平和拜登预计将举行会晤 万维时评人士巴山子预计 中俄关系以后会见情见远 甚至会彻底翻脸 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现在已经深陷泥潭 而未来彻底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将来普京还继续执政 他会将自己的失败归碎于习近平 因为他认为是习近平忽悠他打乌克兰 而眼看着他陷于绝境 绝不出手相助 是出于挑动美俄两虎相残的嫌恶用心 而假如普京因为无法结束清乌战争 被莫斯科内部推翻 新的俄罗斯领导人肯定会导向西方 到时候北京很可能又陷于上世纪60年代 外交关系的巨大孤立 自然离几面都不识人了 巴山子认为 印尼20国峰会是北京华里转身的好机会 美国政府具现即将宣布一套新措施 现是中共获得用于超级计算机的美国技术 削弱北京研发新一代先进武器 和部署自动化大规模监控系统的能力 消息人士们说 拜登政府将参照前川普政府对付华为公司的做法 禁止世界任何国家的公司 向中国出售使用美国相关的高端科技生产的产品 据信 这将是迄今为止 美国政府为了切断中共获得 美国高端半导体技术来源 所采取的最强有力措施 此前 业界担心 单方面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高科技的做法 可能会伤害美国的商业利益 同时又不能阻止中国获得相关高科技 因为它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产品 纽约时报和路透社10月3日星期一先后发表报道 引用消息人士们的话说 最新的禁令最快在这个星期出台 分析人士们说 中共的研究机构 国营公司和互联网企业 正通过超级计算机研制和生产大规模监控系统 并研发兑付美国的新一代武器 例如 中共使用美国英特尔公司和英伟达公司的 芯片制造超级计算机 将其用于处理和分析在新疆地区收集到的 针对维吾尔人的大量监控录像 此前 英伟达公司和其他几间大型的美国芯片公司 接到了美国商务部发出的禁止向中国出口 用于提升员工智能技术的高端芯片的指令 消息人士们说 商务部正在将此前向有关公司发出的临时禁令显成法规 因此可能会涵盖更大的限制范围 使得没有收到具体禁令通知的相关公司 也属于规管之列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一号人物人选似乎还充满着一些小小的训练 而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人选却显得更不明朗 英国智库全球改变研究所刚发表的一份报告 分析了中共二十大 协论是没有一个总理候选人符合所有条件 该智库是前首相布莱尔创办的 外界认为 未来总理的候选人很多 竞争激烈 英国智库的报告说 二号人物不是习近平简单的挑选 他最喜欢的人来担任 尽管习近平很霸道 但他也不得不在个人偏好与根植的党内制度规范 既得利益 以及对一个有能力运作的政府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传统上 总理需要满足三个主要条件 而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能满足所有条件 一 年龄 总理应该能够连任两个五年任期 然后在第一个五年任期结束时的中共二十一大上 不到68岁的政治局退休年龄 这意味着潜在的候选人应该出生于1959年11月之后 二 经验 自1987年李鹏担任总理以来 每一位新总理都是从县任副总理中选出的 三 关系 党内长者的支持是官员获得晋升的关键 考虑到习近平的极权控制水平 总理人选与他应当有密切的个人关系 按照通常的年龄和经验标准 胡春华是总理职位的自然后选人 胡春华是现任副总理 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成员 只有59岁 他还拥有丰富的官场经历 曾担任政治上重要的内蒙古 以及经济上重要的广东省的党委书记 报告说 问题是 人们不知道胡春华与习近平的关系是否密切 但是外界传说 胡春华与前领导人胡锦涛的关系 还戏称他为小胡 报告说 对习近平来说 也没办法简单选择总理 如果他要忽视胡春华 习近平将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政治资本 打破经验或年龄规定 如果习近平挑选70岁的经济沙皇和儿时朋友刘鹤 将意味着打破年龄规定 而提拔向北京市场蔡奇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或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这样的年轻追随者 将是首次任命没有副总理经历的总理 报告认为 最近关于中共干部晋升的规定表明 年龄而不是经验 是最有可能被打破的准则 但一旦打破 也为刘鹤之外的更多候选人打开了大门 例如前副总理和现任常委汪洋 目前还很年轻 按照年龄标准他能担任一届总理 假如习近平选他的话 目前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韩正 68岁 刚达到传统的退休年龄 也会成为另一个潜在人选 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台面上竞争 很难推测谁可能胜出 获得总理一职 但有些事情似乎是确定的 即使下一任总理不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 也不太可能大大限制习近平的权力 报告写道 例如胡春华最近一直在吹捧习近平 包括最近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其中50多次提到了习近平 报告认为 胡春华即使做了总理 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总理 而只是习近平的一个小小办事员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有一天可能恢复 但与普京肯定永远成了死敌 据塔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10月4日向媒体表示 俄总统普京可能在当日亲属 关于接纳四个乌克兰地区 加入俄罗斯的法案 此前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批准了乌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不可能与俄总统普京 进行谈判的决定 继俄罗斯国家下议院多马后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周二 也表决批准 四个乌克兰地区并入俄罗斯的条约 正式完成入俄程序 当被问及普京是否可能 在周二签罗斯地区入俄法案时 佩斯科夫向塔斯社表示 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即将到达 很可能今天就会签署 据佩斯科夫称 周二没有计划举行新的公开仪式 俄总统普京也没有就该问题发表讲话 佩斯科夫称 总统的演讲在早些时候 我们都看了 听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 他解释说 我们今天不打算发表任何其他讲话 吉辅方面 泽林斯基10月4日批准了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 关于不可能与普京进行谈判的决定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网站介绍 该法令确认 不可能与普京举行谈判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会议 19月30日举行的 也就是普京宣布 非法吞并乌克兰东部四周的当天 乌方表示 此举是对普京的非法吞并企图的回应 据了解 泽林斯基海下令乌克兰政府 通过增加队伍军事技术元素的规模 来夯实国防实力 并建议最高议会拉达 加速通过相应的对俄制裁法案 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 由阿斯佩 克劳泽及塞林厄 等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奖 表彰他们在纠缠光子的实验 贝尔不等式及量子资讯科学等方面的突破性贡献 75岁的阿斯佩是法国物理学家 任教于巴黎松和理工学院 79岁的克劳泽为美国籍 专业量子物理 77岁的塞林格为奥地利量子物理学家 三人将评分1000万瑞典克劳奖金 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声明表示 他们分别利用纠缠的量子态 进行了突破性的实验 其中两个例子即使被分开 也表现得像一个整体 他们的成果未基于量子信息的新技术 扫清了道路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